第一種是張裂型的 張裂型的什麼意思呢 張裂型是說我底下的地上向上噴起 所以我的地殼呢 是這樣子的 地殼是一直往上湧出 對不對 所以我的地殼呢 因為我這邊是放出來之後 它就凝固了 它是向兩邊推頸 這叫做楊頸嘛 這個中楊頸 這樣寫嗎 不是吧 寫的不太對 差不多 楊頸 楊頸 這是一種紮海 就主要大部分放在海上 海裡面 它像這樣推擠 兩邊板塊向兩邊移動 好了 所有的板塊都向兩邊移動 那怎麼就會靠在一起了嗎 好 當我這個板塊 跟我這個板塊靠在一起的時候 會怎麼靠在一起 這兩個推擠 不要推擠有什麼推擠 會往上 還有一個往下 有往上的嗎 有沒有看到往上的嗎 你看到課本的東西 有看到往上的嗎 好像補貨的 有看到往上的嗎 為什麼不會 為什麼不會 你有沒有看到項目推擠的 哈囉 哈囉 有沒有看到項目推擠的 我 聚核子板塊 對啊 聚核子板塊 那項目推擠的 好 聚核子板塊 基本上都是往另外一邊沈下去 其中 其中一個都沈下去 對 像這個可能是向下沈 對 像這個來講 它可能會被向上推擠 好 好 譬如說 特別有寫那個西馬拉3的板塊 什麼 我記得後面有多少 或是前面 沒有 沒有 西馬拉3沒有行嗎 前面有啊 前面有啊 可是後面有 這個 有啊 有啊 這在哪邊 碰撞袋 哪裡啊 比起的 23 23 歐多拉西馬拉 這是本 定奧 反轉 歐亞 好 這是咒哲三派 就是剛剛講說 集在一起的 好 所以像 這是 末路嘛 好 向下末路 向上被推擠 假裝它這個板塊 你的感覺上 它為什麼向下末路 它會有向下末路 就是比較久 因為它比較小 對 比較大 比較大 因為它的速度比較快 速度比較快 密度大 密度大 應該是密度大 它靠在一起之後 它就自然會想像 要想像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速度就是兩個 假如說它是挺直 然後它是動的 那它就比較容易想像 速度比較快的東西 它會比較容易向下 速度比較快 比較容易向下 因為速度比較慢的東西 可是這個速度都很慢 不管它快或慢 應該速度很慢 而且速度快的 應該是在上面嗎 沒有啊 速度快的應該是在上面 就跟你開那個 水上機車一樣 那個 水上機車慢的時候會怎麼樣 比較貼水 可是那是你跟水跟水啊 你的水上摩托車跟水上比較 那如果是水上摩托車 那是水上摩托車 那是水上摩托車兩台相撞 一個是跑得很快 一個是靜止 撞到一起之後 速度比較快 能飛起來嗎 不會吧 是那個跑 是停止了 會被往上頂吧 跟那沒關係 對 跟那沒關係 你在路上遇到車禍 你看兩台車追撞 你會看到哪台車被頂起來嗎 沒有 那不會 那是比較便宜 通常是 通常是可能腳步設計 有些跑車型 他車 他車有設計 都會把那個殘起來 那是有可能 那是故意設計的 他為了流線型的關係 他會設計的比較 我只好 他也會把那個殘起來 但是 但是如果兩個速度 兩個速度 一個靜止一個快 兩個車型都長得一模一樣的話 通常撞在一起 會說有一個會翹翹 真的沒有關係 會沉下去 通常是因為密度 密度的關係 密度比較大的 就向下沉 密度比較輕 會被殘起來 通常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那 兩個如果密度都很差不多 就會產生一下 西馬拉山的作則型的 所以兩個都掉下去了 兩個都掉下去的情形 那就有海溝 海溝 海溝不是欸 海溝 海溝會出現在這裡 這邊會有海溝 這邊會有海溝 兩個都向下沉的 好像沒有看到 但是 OK Anyway 冰欸 當他兩個頂在一起的時候 他事實上就是向下沉 當我這個板塊頂在一起的時候 其中一個 他這個有一部分會被擠上來 但是大部分都是往下沉 對不對 你看西馬拉山沉那麼一點點 可是板塊就那麼厚 他擠了幾千年 他大部分都是往下沉 他有少部分 他是 便擠在一起的時候 一部分向上 一部分是向下 但大部分是向下 就向上沉 大部分是向下 會不會錯 這樣 一點點會起來 對啊一點會起來 一定是這樣 向下沉比較容易 因為他受重力的影響 他向下沉比較容易 向下沉比較容易 向上比較難 所以這個當然他的結構 他板塊影響主要是 地寒的 各隊友 我們剛才也講過了 各隊友的關係 你要想 我這邊冷卻了 而且密度比較小 密度比較大 所以我們下沉 密度比較小 那對地寒來講的話 我這一塊板塊沉下來了 這個地寒的這一塊 是局部高溫還是局部低溫 高溫 低溫 對 如果說我們相對這邊 相對這邊的地寒來講的話 這邊的地寒跟這邊的地寒 誰比較溫度比較高 右邊 這邊地寒的地寒 對不對 這邊地寒的溫度比較低 溫度比較低 我們知道他就會收縮 那收縮密度相對會大 所以這個地寒是向下移動的 這邊地寒是向下移動的 所以事實上他就是一個循環 他這個熱隊都有渦的外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因為這樣熱隊有循環 你這樣流過來 那流過來的影響的時候 這個地寒當然就會向右邊靠 是不是這樣 嗯 好 那另外一個 再看另外一個事情是 假設 這是被這個陽頸是往上走的話 這邊相對來講會比較高一點 這邊相對來講比較低一點 所以就整個重力情形來講話 這邊比較高 因為事實上的恐龍會滑動 所以他漂流 目前的說法是有兩種 一個是地寒的對流 一個是重力的高低 好 剛剛冠元講這個 因為地球活躍起的關係 導致地球地和漂移 這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我們剛剛這樣子推敲 有可能是這樣的奇蹟 那這部分要找些更多的證據 好 那就更多的證據 是 不過要兩個兩隻靠的可能性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他會變成漂亮 變成漂亮 變成漂亮 應該是類似這樣子吧 這邊再多一個啊 多一個啊 但是 就 就目前地殼的狀況好像 沒有靠得很近啊 不在歌曲 為什麼不在歌曲 如果靠得很近的話 為什麼不在歌曲 因為他就變成要很小的 那個 很小的循環 這不自由權 這個 這個 我 嗯 我也不確定 我們現在十八頁喔 十八頁 十八頁 你看如果一開始的唐古大陸 是長這樣子的時候 為什麼他像那個歐亞大陸 跟北美洲的中間會裂縫 裂縫就是一太領形成 為什麼那邊形成一個中央體 所以為什麼他不會在其他 海底面的中間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就剛好沒有那個地 剛好沒有那個地 所以那個北美大陸 都會把大陸中間這樣都行 一個大陸 兩個地 假設我現在的說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 當然今天 偉格納他說的一個說法是說 我們一開始看到的是 一個地球 它一個大陸 它就是一塊大陸 這是一個大陸形成的樣子 然後呢 經過一個不知道什麼樣子的原因 它從中間裂開了 從中間裂開了 分開幾千萬年之後呢 甚至幾億年之後 其實這兩邊的海岸線都還蠻相近 所以靠台形呢 它可以形成一個 被拼土樣拼起來的結果 好的 那我的問題是 當這塊板塊一開始被形成的時候 它為什麼有些從中間就突然裂開了 你說是因為 這個中間的殘殘殘 可是 為什麼它中間殘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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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殘 所以它就分開了 比較容易被擠出來 那 我們要往前想 假設一開始地殘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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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們在結冰塊 在結冰塊你可以知道他 結冰塊從旁邊結型 在結了一個冰塊是內臟的 下面有東西 下面是空的嗎? 應該是吧 剛剛看下面是空的吧 沒有,底下沒有空 對啊,有吧 底下有冰塊 你空就知道 你這樣感覺 我們看一下 底下有個厚度 底下有個厚度 太成功了 快成功 我們要倒一點點水 水爬上去了 要把水倒掉一點 要把水倒掉一點 這個太重了 這上面這兩個這樣太重了 就把水倒掉一點 你就在那邊水倒掉 不用啦 先這樣放一下 好,那個 我要講一下 來 這邊講一下 看好 我的意思是說 不管什麼樣的原因 看結冰的時候 他不會結成 這邊有缺陷的結冰嗎? 有沒有理由他結成缺陷 因為我們動作是 這邊有低溫 這邊有低溫 然後 你看 有雜質 好 假設我們的低溫 來進水面上 假設我們的低溫 是來進水面上 假設我們的低溫 那水面上的低溫 這邊低溫 那種低溫 開始進來的 這個水是無限原生的 水是無限原生的 這是水面 好 假設這邊 開始形成一個冰塊 這冰塊開始形成了 這冰塊會一直 往兩邊移動呢 會變後變大 一直往兩邊 往下面 會這樣形成呢 還是會知道 會形成這邊有缺陷 有缺陷 有缺陷就是說 這塊大陸 就好像岩漿 岩漿 熔熔岩漿 它慢慢的凝固成大陸 這塊大陸形成的時候 中間這個缺陷怎麼形成的 你說比較薄 它是有缺陷 它比較薄 我們可能是兩塊拼在一起 OK 就是兩塊開始變大 好 這是另外一個學說 你要講說 我們現在講大陸 到底就是從一個盤古大陸 往後推 可是大家還沒有盤古大陸之前 是什麼樣子 所以你剛剛講的 又有可能是怎麼樣 是沒有錯 是我本來就是一塊大陸 我本來就是另外一塊大陸 然後我兩塊大陸是 統靠在一起之後 經過一個不知道什麼時間 然後從它本來聚合的地方 就分開了 如果照理說 從那樣凝固 變成一塊大陸 然後它旁邊也是另外一個 開始凝固 對啊 就這個意思啊 就我們現在講 這一塊凝固起來的大陸 跟這一塊凝固起來的大陸 沒有 是凝固的時候 他們接在一起 並不是他們兩個 凝固之後碰在一起 OK 就它越來越大塊 對 好 因為蹭旁邊還是融融的時候 OK 有可能 這是一個水手法 這有可能 這挺有趣的 好 開盆 在那邊走嗎 到那邊有套子 到那邊有套子 就位 好